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一下 昨天6月15日有关冠状病毒病最新的情况 昨天感染的个案1085个本地个案 包括423个直接由核酸检测阳性的 另外有662个病例是先前经过快测阳性承报的 然后是经过核酸核实的个案 还有昨天一共有94个输入性的病例 这94个病例里头 38是在机场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 样本阳性的 另外有43个是在检疫酒店 酒店检疫期间阳性的 余下的13个是完成检疫之后 验处是阳性的 我们会进行基因的分析 死亡个案方面 昨天没有新增的死亡个案 累计到目前为止 第五波的死亡的数字 还是维持在9179例 在院设方面 昨天也没有新增的院设是承报 关于院友或者是接触员工 员有的员工出现个案 昨天有一个个案 在一个长级院设的爆发 它是在观塘的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上针家设 这个是在企能的综合的道路 全院没有感染的院友 已经撤离到亚伯 两位在亚伯的样本验出是阳性 还有一名新的员工 他早前是负责运送一些个案 到亚伯接受隔离的 他也感染了 其余的23名员工 暂时他的核酸是阴性的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 一共有113个承报的个案 当中83例是学生 30个是涉及教职员 一共有103家学校受影响 在过去这个时间 103家学校里头 38在过去7天 有两个或以上的个案 今天没有新的学校 就是发现有个别的班级 有集体或者是爆发的情况 那么早前出现传播的一家幼儿院 就是芙蓉花园的嘉南幼稚园 有一个班级里头 有三个病例 我们就是请他们停课 一直到30号 他是K1 K1 NA班 另外也有两个就是PN Blue PN Yellow 就是PN 蓝 PN 黄的 两个班也得停课 昨天有19个 还有是BA.2.1 这个是怀疑的 包括他们的家人 一个是输入性的个案 余下的18个是本地感染的 当中有7个病例 找不到这个源头 另外有8个病例 是7个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或者是家庭成员 住的地方是深水部 逮捕到128号的地方 还有炮台阶60号 花须到翠景阁 这个家庭四人感染 清水方半岛Oskar Club 这个家庭有三人感染 还有一个密切接触者 还有屯门是福建花园 一个家庭两人感染 在关塘的采德村采贤楼 还有是林村的唐上村 一个家庭有两人感染 还有三个病例 就是跟先前的病例 有留掉的关系 包括一个是先前的 南湾隧道的个案的家庭成员 一个是先前在关龙楼的个案的一个同事 最后一个病例是 涉及陪证中学田径队的其中一个个案 他的密切接触者 还有是昨天有五个是 华一市BA.4BA.5的病例 全是输入的 酒吧方面 Rex City都发现一个个案 累计这个群组 一共有24个病例 FLM也多了一个顾客受影响 累计这个群组有34例 包括31个顾客 三名的职员 另外就是更新一下 我们卫生防护中心 关于分层分流新的安排 使务卫生局局长 在6月14号公布 未防范新的变异病毒株的威胁 如果发现有确诊人士 需要跟同住的家人共用睡房 洗手间将会安排他们到指定的设施 接受隔离 保障他们本身和家人的健康 这个加强的措施 所有的个案 如果跟家人共用洗手间 为了避免在家居环境传播的风险 将安排他们到主高湾的设施 接受隔离 为了加强分层分流的安排 卫生防护中心 今天已经更新了网上表格的相关的问题 以协助我们评估 他们是否适合接受家居的隔离 关于洗手间的问题 就是问家里头可不可以安排 确诊人士专用一个洗手间 如果是否定的话 那么就是安排他们到社区隔离 设施接受隔离 而且我们看看他们承报的地址 加强这个评估还有核实 如果蓄意的虚报的话 我们不排除这处适当的跟进和还有执法 李医生汇报一下医管局的情况 你们好 现时一共有422名病人留医 其中65个是新的确诊病人 入住隔离设施的病人 117个人在隔离病房 13个在二线病房 64个在北大宇山医院的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38是新增的病人 昨天新城报一名病人 危呆四个是严重的 危呆的病人没有疫苗记录 四个里头 一位没有疫苗记录 两位是一针 一位是三针 那么留医的一共是14个 是危呆 9个是严重 其中三个危呆的是在这个交互病房 过去一天没有新冠病人 离世过去一天五十三人 是康复 四十六人出院 第五波以来 五万一千零六十五人康复 其中大部分出院的 从二零二零年初开始 一共是六万三千四百四十五名 病人康复 里头六万三千零五十五十六人已经出院 有一个是筛查的时候缺陈 两个同房的是密切接触者 那么员工方面 两万三千七百八十二个员工 已经感染 其中是两万三千六百八十二 已经康复上班 现在是提问的时间 先把麦克风交给你 然后是介绍一下你们自己代表的传媒机构 这位记者你们好我是明报的 首先想更进一下就是陪证中学的情况 那么陪证中学方面 现时一共有多少个病例 还有是当天晚上 就是在石美宣的场所里头 是否有其他的顾客 还是他们已经包场了 最后确定一共有多少人在场 那么现在他们在学校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那么院设方面 有不同的院设就是出现这个感染 比如说关塘的上针加设 那么你们中心就是看这个上针加设 还有其他的院设爆发的规模程度 风险是怎样 另外还有的是6月15号 你们说有一个患者没有接种疫苗 为什么 是不是这个院设的注射率已经大大提升了 还有BA.2.1 2.1 那么之前和文田的工地就是在佛光街的 一共有多少人累计有多少个病例 那么在香港 华语是BA.2.1 2.1 一共有多少 还有就是这个增长的速度 跟你们研判的一样 还有是未来会不会取代现在流行的病毒株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陪证中学的情况 现实个案数字维持在6中 这6例全部是陪证中学田进队的成员 我们也了解了当天6月17号晚上 那个院会应该是这个学校包了整个时事 就是60多名的师生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晚饭 全部学生也都在今天坐了快车 暂时没有新增的个案 这6名个案 他们大家都有流行病学关联 都是田进队的成员 除了那一晚的聚会以外 他们先前也有一同训练 和有机会训练的时候脱了口罩的 我们暂时未能确定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受到互相传播 脱了口罩的时候 还是晚饭的时候 一些接触受到感染的 我们会密切观察情况 这些同学 他们在班里面 其他同学暂时快车都是阴性的 也没有新的个案出现 我们都会密切注视的 他们始终快车阳性以后 已经没有上学了 相对风险是 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大 学校也会为所有师生 每天坐快车 我们会看有没有新的个案出现 第二个问题院设的爆发风险 当然现在在社区出现的个案的数字 已经有很明显的升幅 在社区里面存在一定的传播链 很多院设的员工 他们都是在社区生活 有受到感染的风险 假如员工受到感染的话 上班以后也有机会 把病毒传给院友 所以我们的评估 也是在院设出现爆发的机会的风险 是逐步增加了 所以我们也要求所有 院设的员工跟院友 每天都要做快车 当有新个案或者有感染个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尽快发现 做防控措施 包括把个案移离院设接受隔离 还有密西街出者也送去检疫 另外一方面 就是希望加强院设院友的接种率 当接种率提升的时候 即使一旦出现爆发 出现一些严重个案 或者死亡个案的风险 会大大减低 我们会密切注视和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和文田地盘方面 个案依然维持四例没有新增的个案 先前这四例 他们共用一个货柜作为优息室 其余用这个货柜的大概有30名地盘的员工 在接受检疫 暂时没有新增个案出现 在BA.2.12.1 一共的本地个案 大概到目前为止 卫士防务中心路德 大概有204例 这个数字占我们现实整体所有个案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 但是可以看见 虽然百分比是低 但是这一种亚细新型的奥克隆病毒 在社区有比较广泛的传播 我们找到许多个案源头不明 不知道哪里感染的 相信社区也有隐性的传播 这些源头不明的个案 不单集中在某一区 基本上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了 相信这个病毒开始在社区里面传播 但这是反映现实在香港整体上 Omicron病毒的传播再增加的 除了BA.2.12.1 因为我们在第五波看见的BA.2.2的个案也有所增加了 下一位前面黑色衣服的女士 陈欣文呢 陪正中学爆发的餐厅十位施美签 现在这个餐厅要不要停业消毒呢 出部调查之后有没有发现实施的通风 换气成情况 扑扑扑政府要求呢 上臻加设今天有一名员工叫 他是负责运送院友的 他感染的途径是怎么样呢 估计员工是不是受到院友感染呢 现实院是再出现爆发群组 中心认为是不是要把出现24小时快速检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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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好的 呜 今天的问题 关于石美签 我们了解了当晚都是这个学校的矽商包败了藏的 我们相信可能有机会 虚实 互相传染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在晚宴 吃东西的时候脱口照,出现传播 所以全部师生当晚有出席的我们都找得到的 也建议了他们做检测找到六个个案 至于这个餐厅我们也建议了 全部员工需要接受核酸检测 做检测暂时没有员工受到影响 我们也建议这个餐厅做彻底的清洁消毒 暂时没有需要休业 院设方面上针加设那个员工 他先前也有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 但是因为他开始有病症 所以他再做多一个核酸是阳性 他之前曾经照顾这个院设里面受到感染的院友 包括运送 安协助运送他们到隔离设施 可能当中他有戴口罩 有穿保护衣 但是当中可能接触的时候 比较紧密 也有传播的风险 始终Omicron病毒的传播率是很高的 院设员工其实现实来说 每一天上班前都需要做快测 当中也有部分定期做核酸检测 所以现实来说 这些在高风险场所工作的院设的员工 他们每一天都需要做快速检测 我们相信假如有个案出现 应该可以找得到 避免院设造成进一步传播的风险 当然快测不一定绝对百分之百可靠 所以我们联络了社署 建议所有在院设工作的员工 一旦出现病征 即使快速检测阴性 仍然我们建议他做核酸 确保可以在发病的早期 政策的到关于嘉男幼稚园 那个新的班别 跟先前的班别 没有一些集体活动的 也没有共用设施的 但是我们了解了 先前曾经那两班 其中一位老师确诊了 他曾经也教过这一班的 可能有机会有关联 但是这个学校其他的班别 是暂时没有聚集性的个案 下一位 后面那一位 AMT30 江南幼稚园 想知道今天新增的那一班的总人数 还有刚才提到有其他个案 可不可以讲先前要停课那一班的总人数 和学校现在累计个案 散发性的那些 实环署的新指引 就是不可以现场做快速检测出事实物 但是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照新加坡之前的做法 极强安排采样 怎么看这个建议呢 假如酒吧 有派套装给没做的极强座 怎么评估这个卫生风险和他的生意 应该怎么按他比较好一点呢 之前检疫酒店 那个调查进展 是不是来自酒店的检疫方面 问题在 感谢您的问题 首先加南幼稚园 早前有两个班级 就是PN Blue 有三个个案 还有是PN Yellow 也有两个病例 今天新增的班级是K1NA 这一班一共有29人 现在有三个病例 就是超过了10%这个水平 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有比较多的小朋友 在这个班里头受感染 所以基于这个风险的评估 我们建议这个班就是停课 早前的两个班他们受影响的同学 他们的比例也是超过10% 其他的班里头也有散发性的 大概是一班里头有一个 就没有聚集性的情况 我们还是密切留意 我们建议学校就是加强这个消毒 还有清洁 暂时没有看见 在学校里头跨班级 有一个传播的情况 或者一个大型的爆发 相关的班级 我们就是建议他们停课7天 其他的小朋友每天上学之前进行快测 那么前往酒吧 或者酒馆 还有夜总会 必须有一个24小时内快测的结果 我们建议就是前往这个高危场所的顾客 应该在去的之前在私人的地方 在家里头进行一个快测 如果是阳性的话 不应该离开你们的家 也不建议他们就是去到这个酒吧 才进行这个检测的 如果在现场发现是阳性的话 有这个风险 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传播 而且感染其他人有这么的一个风险 石环署我知道 昨天发出个新闻稿 而且在他们的网上 也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列出这个信息 市民酒吧业界也可以参考的 那么航天城的爆发 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就三个病例 也进行了基因的排序 第一个是防务员 第二个是清洁工 他们两者的基因的排序是一致的 就是BA.5第三个病例 这个全基因排序的结果还没有 他们两者后两者有密切的接触 我们相信大概应该是一样的吧 那么这三个个案 很大的机会是第一个个案 传给第二第三个个案 可能在工作上有一个接触 这个有这么的机会的 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那么第一个病例的源头 我们就是看看相关的时段 看看其他的BA.5的个案 就是进行基因的排序 但是找不到有一个个案 就是跟第一个个案的基因排序 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些的差别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源头 当然在这个酒店里头 当时也有其他的个案 他们是经过这个快测 发现是阳性的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核酸的样本 所以就是无法进行这个基因的分析 估计第一个病例是接触了酒店里头 接受检疫的一个个案 受到感染之后再把它传给其他的同事的 那么这家酒店所有其他的员工 我们要求他们进行了两次的核酸的检测 再没有发现新的病例了 下一位后排中间的那位 你们好 我是香港01的 首先是关于这个疫情的趋势 那么本地的个案 今天已经超过1000个病例 预计是不是会一直上升 要不要进一步收紧这个措施 还是市民可以如常的生活 今天生效的酒吧的快测的要求 昨天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酒吧 它也有时事的牌照 那么市民进去的时候 还是得进行这个快测 那么很多时事 它本身也售卖酒精的饮品的 也有酒牌 在什么的情况之下 顾客必须进行测试才可以进去 那么如果一家餐饮场所也卖酒的话 在什么的情况下 顾客必须先有这个快测的结果才可以进去 还有就是你们更新了这个检疫隔离的指引 就是同一个睡房 同一个洗手间的必须到这个竹岗湾 新的政策公布之后 有多少人受影响 多少人已经到这个竹岗湾去隔离 那么如果虚报的话 可能有执法的行动 那么是如何去执法的 另外就是如何可以找出他们有虚报 会不会就是上去 上门就是发现只有一个洗手间 就接发这个是虚报呢 感谢您的问题 首先是疫情的趋势 在过去两个星期 本地感染的个案的数字 是逐步的上升的 今天已经破千 那么这个趋势 我们预期在未来的一个时间 也会维持在现在这个水平 我们相信主要的原因是 在社会上 大家就是开始搭进 搭入一个复偿的生活 而且很多措施也陆续的放宽 如果大家只是恢复这个正常生活 外出到餐饮场所活动 一切都多了 那么在社区里头 如果还是存在一些传播链的话 自然就是会多了一些感染的个案 这个也是我们预期之内的 但是我们会密切留意的 我们不希望有一个爆发性的上升 暂时没看见有这个情况 那么实际的个案的数字 的确有一个上升 也有一个趋势是上升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个案的数字 比起第五波的高峰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我们也会密切留意其他相关的 对香港的医疗系统的负担 对我们的医疗制度造成的影响的指标 例如说死亡率 入院率 还有这是身体治疗部的比率 还是平稳的 如果上升 如果个案上升的话 这个数字也许也会上升 我们开始复查市民也必须留意 一些重要的防疫的措施 例如说戴好你的口罩 如果有病症的话 必须就是进行检测 好让你知道就是肌肌因感染了 而且承报到防护中心 谈到这个九八的情况 这个也涉及599F章 下面的要求这是法律的要求 我们也许要征询有关的部门 比如说实环署的人员 就是进入这个有关的时事 是不是需要进行这个快测 我本人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隔离方面一直是分层分流 去评估一个病例 究竟是是否适合在家居 接受隔离检疫的 如果家里头有独立的洗手间 本身不是高危的人士 而且如果他的病情恶化的话 他自己可以发现 可以求医 而且家里头没有其他高风险的人士 那么一般可以接受他进行家居的隔离 我们早前就是借一个问卷 去进行一个评估 目前我们是加强有关方面的评估 特别是这个家居的环境 我们不希望只是一个患者 他在家里头 如果他需要跟其他的家庭成员 共用洗手间的话 那么这会增加家庭成员感染的风险 那么这一类的患者 如果家里头只有一个洗手间 得跟家人就是共用的话 就是为了保障家人的健康 减低他们受感染的风险 也希望把这一类的患者 就是送到隔离设施 接受隔离 我们是透过网上的问卷 去收集这样的资料 也透过我们的调查 透过我们电话的询问 去了解的 我们特别会留意患者申报的地址 如果有可能 他承报的地址 不一定 当然我们背后进行一些评估 可能发现他可能只有一个洗手间 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的了解的 快策的个案 我们也会安排承办商 上门去收集一个样本 去进行一个核酸的检测 如果发现他的居所的环境 只有一个洗手间 那么我们会安排他到这个隔离设施 我们也希望市民可以如实的申报 就是发现他们阳性的时候 如实的申报 如果我们怀疑有虚报的话 我们会采取一些执法的行动 或者是跟进的行动 你好 下一位那位蓝色衣服的 你好 你的代表是闹电视的 刚才提到会留意申报的地址 是不是住公屋的就觉得 可能需要再看一看 是不是只有一个厕所 是不是以大厦的种类来分呢 一般我们都透过网上问卷 我们希望市民 把他们家居的情况 如实的向我们申报 我们其实一向都有做这个工作 之前我们其中一条问题 大家知道是关于厕所的问题 就是问他们有没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可以为确诊患者专用的 假如没有的话 用完以后 可不可以每次都做消毒清洁的 这是同一条问题问的 所以先前我们知道 可能有些人是他们家里只有一个厕所 但是他们能够做的 每一次用完以后 做消毒清洁 变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在更改了问卷 我们希望 如果患者家里只有一个厕所的时候 变得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只有一个厕所 如果要跟其他人共用厕所的话 我们就觉得风险较高 就会安排到隔离设施 我们希望市民如是向我们承报 我们也会看他们的地址 还在调查的时候 了解他们居住的情况 只会发现不适合的 就会安排他们到检疫隔离设施 下一位 那边那位女士 你好 有线电视的 想问欧医生 刚才讲的 B1.2.1 B1.1 B1.1 B1.7 B1.2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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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到过什么地方 有什么行踪 还有想问管局 之前出了指引 禁止医护同事之间聚餐 他们聚餐怎么才违规呢 假如放工之后 世人之间的聚餐 又可不可以呢 假如不可以 会不会侵犯了员工的人权呢 假如真的发现 有同事聚餐 人是不会怎么样 耶稣处理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七例 源头不明的 B1.2 12.1的个案 我们再跟进 这个案 他们过去七天 行踪 其实大部分个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外面买东西啊 出时事啊 上班啊 等等 多半都留在家里 没有特别的活动的 当中当然也有部分 可能有一些其他聚会 或者跟朋友一起 但是找不到他们身边的人 有一些感染的个案 也找不到他们其他个案 有流行病学关联 所以他们究竟在哪里受到感染 还是不知道的 除了今天那期中以外 累计我们目前发现的 起码有62例 是源头不明的 不知道从哪里感染的 而这62例里面 他们的家人 或者同住一座大厦的人 都有最少87位 是跟他们有关的 变得这些个案 有些可能是居住的大厦里面 有些垂直传播 等等感染的 很多个案 还是找不到原因的 我们做的 就是会安排这些个案 入住社区隔离设施 和他们的家人 跟所有密集结出者 都进检疫隔离设施 希望尽快切断这些传播链 有关医管局的问题 请李医生 关于同事那里 我们在我们的内部的防疫快速里面 建议同事 不要安排聚餐 也要保持社交距离 因为我们担心会出现集体感染 因为无论感染或者密集结出者 都会影响部门的运作 因为我们近期发觉 两事件都是因为有些聚餐 而导致同一个部门 或者我们的学科 有构成人手的问题 最终当然我们内部调配 是服务不受影响 当然我们也会跟同事跟进和了解 只会有任何违规的情况 我们会严肃处理 另外 我在此呼吁同事 疫情期间 要避免出席一些聚餐 特别是同部门之间的聚餐 饮食的时候 要避免交谈 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减低感染风险 那位男士 无线电视 Rack City 那些酒吧的 是不是有发了检测通告 有没有人没找到呢 刚才医管局说 近期有两个事件 都是同一个医院员工聚餐有关的 想再跟进 看见联合医院聚餐的情况 是涉及比较多的人数 现在有没有跟进 或者有些惩处的工作 惩罚这些有出席的员工呢 关于两家酒吧群组的爆发 大致上大部分 我们透过疫苗通行证 已经找得到当晚的顾客和职员 两家酒吧的职员应该全部都做了检测 没有新的个案找到 这时刻方面 光顾过这两个酒吧的客人 有少量 还没有检测记录 我们会向他们发出强者检测令 我们相信这两个酒吧群组 大概每一个都有 有80多个顾客 当晚 FLM有125个顾客左右 大致上大部分顾客都是做了检测 没有新的个案 我们相信这两个酒吧的爆发 应该是接近尾声了 关于那两个事件 联合医院 我刚才提到 有六位员工 我们的护士跟支援人员感染 到现在还是六位 另外 我们也之前有其他的个案 我这里没有特别的更新资料 我想说的 我们明白 也谅解员工会有自己个人的社交生活 但是由于我们的天职要照顾病人 另外 本身我们的员工 社会对我们是有比较高的期望的 所以我们希望同事能够明白 也尽量避免出席聚餐 没有其他问题 今天记者会完结 谢谢